这期视频呢我们要吃蜗牛 大家应该看我以前吃的蜗牛吧 那个蜗牛是我自己做的 我觉得味道还行 但是呢蜗牛呢给我们的印象就是 法国人就是喜欢吃那个蜗牛什么的 蜗牛啦然后鹅肝对吧 这次呢我们要吃的是 蒜香红酒焗蜗牛 蒜香红酒 是不是一听就很高大上 因为啊这个做法好像是法式的 我也没做功课啊 就是吃呗 只要是吃了我们就来尝一下 一共有五袋 然后五袋十只 它的配料写着人造奶牛 呃呸呸 人造奶油 洋葱 大蒜 胡萝卜 土豆 番茄酱 葡萄酒 等等等等 我买这些呢我一共花了62块钱 十只一只叫六块钱 六块钱你可以买个鸡蛋罐瓶 六块钱你可以买个驴肉火烧 六块钱你还可以买个手炸饼 你你你你六块钱吃一只蜗牛 这个边上是土豆啊 然后这个蜗牛呢就是白玉蜗牛 它这个上面就是一些配好的东西 然后就抹在上面 然后等会呢我们就去那个烤箱 用烤箱给它烤一下 就这个香味很香土豆那种烤出来那种香味 还有一些别的香味不管了啊 我们先尝一下随便拿一个吧 再看啊就就就就就就很香 我觉得这六块钱很值了 可以可以 这个是不是看起来很香 确实很香 确实很香 不光看着香 不光看着香 它这个蜗牛是处理好的 后边那些脏东西已经去掉了 说实话这个味道超出了我的预期 这个法式焗蜗牛还挺好的 我觉得这个土豆好吃 这个肉碗还行 还有点意思 不过60块钱吃一口确实有点小贵啊 说实话这个味道是真不错 请大家吃一口啊 好吃吧 6块 6块 哎呦 它这个调的我觉得很好 这很香 没有那个蜗牛的那种腥味 哦 这个味道 nice 嗯 嗯 OK 实质62块钱 但这个味道我觉得超级nice 超级nice 就是小伙伴们可以尝一下啊 这个法式焗蜗牛 比我做的好吃多了 哼 要不说呢 这个就是专业吃饭 其实我我没吃饱 拿出来才这么一点点 没吃过瘾 我想很多小伙伴 就小伙伴哥一样 第一次见这个法式焗蜗牛 味道可以味道可以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小伙伴哥视频 别忘记关注评论转发 想看小伙伴哥吃 我们可以在评论区里面 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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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